首位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华裔国会议员谭庚 在国会提出的一份私人议案 昨天在国会获得全体通过 从明年春节开始 每年的农历初一到十五 春节将成为加拿大全国性庆祝的节日 请看本来记者对谭庚的电话采访 这份让加拿大官方认可春节的私人动议 是谭庚议员于今年2月16号提出的 并在3月3号进入出读程序 6月1号经过国会辩论全体通过 今天谭庚在沃泰华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件 这是加拿大官方政府认可的一个命名的一个节日 所以是全加拿大都可以来庆祝他的 相当于我们一个平时做的 很多这个你好像说举个例子 Saint Patrick Day你记得吧 对对 很多游行对不对 他不是一个法定家 但他谁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一个一个holiday相当于一个 他不是一个假日对不对 但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无法活动 官方认可和官方命名之后呢 更加增加这个awareness 让更多的加拿大人来了解 那正面去认识这些节日 谭庚介绍说 每个国会议员的私人提案并不容易获得通过 为了把华人的声音和意愿带到国会山庄 他为这个议案花费了很多功夫 坦率的讲一般来说 一个一届四连下来 给每一个议员提供个人提案 或者议案或者什么动议的机会 也就是一次实际上 所以怎么用好这一次机会是很重要的 教终什么样的题材都是很重要的 比较慎重的一件事 对我来说呢 因为我考虑通过一个某种行政 来通过某种行政 来认可华人在这边做的一些贡献 然后呢 更加促进这个加拿大的社会 对于这个移民 新移民或者其他的民族群体的这种 重视 理解和认识 最后大家形成一个互相了解 互相成为朋友 互相接受 所以这是一个很 一个一个促进 相当于一个催化剧一样的 所以我想到这么一个议题 虽然春节获得了加拿大的官方认可 但要它成为官方的假日却并不容易 因为居民休假将给国家带来高昂的成本 因此这种议案 也将是更加复杂的程序 不过为了庆祝明年第一个官方认可的 加拿大农历春节 谭庚也已经有所策划 以上是CCCTV加拿大国际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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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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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